当一个人这么对你,就不要再联系了,以免让人厌,让人烦,感情不怕真,就怕付出不讨好,一厢情愿对方不领情,自己又不愿意面对现实,神陷其中不能自拔,再退不能退,进不能尽重,自我消耗,自我折磨。 当一个人这么对你,你就应该明白,他不是你的菜,你不是他的爱,没必要把自己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他身上,天大地大,你应该在灯火阑珊处去寻觅你命中注定的那个他,当一个人这样对你时,就不要再联系了,以免打扰别人,苦了自己,咦,找他,他不见,就不要再找了。 当你打出安次电话无人接听,发出安条消息,没有回音,就不要再没完没了打了,也不要没完没了的发了,不管他是有意,还是无意,不管他是真忙,还是假忙,去见他一面就知道了,如果你去找他,他不愿意见你,就不要再去找了, 也不要去追问为什么原因了,事情已经很明显了,那就是让你知难而退,不要再打搅他的生活了,做人要有自知之明,一个人这样对你,明显显得就是看不起你。 做人要有骨气,不要因为别人的看不起,自暴自弃,也不要垂头丧气,不要哀声叹气,而是要鞭策自己,埋头苦干,努力学习,不断进取,成为更好,更优的自己。 只有自己越来越来越优秀了,才有人奔向你,迎合你,在乎你,爱你,二,拉黑了,就不要再找他解开了,大家都是成年人,做人做事都有自己的分寸,谁都不会轻易删除或者拉黑一个人,当一个人拉黑了你,就不要再从其他的联系方式中去追问原因, 寻问为什么,你问了也别问,他不会回答你,他把你拉黑就是在告诉你,他不想再收到你的信息,不想再聆听你烦人的话语,你就死了这条心吧,不是他太觉醒,而是他有他的选择,不是他太狠心,而是他害怕心已软,再一次被受到伤害,所以,他的绝情,他的无情,他的狠心, 就是让你对他死心,三,需要你的时候就联系你,不需要你了,就完失踪,听过这样一句话,无人陪伴的时候,才会想起你,有人陪伴的时候,就算你打开所有的联系方式联系,都不会理你,不是你对他不够好,而是心欢把你取代你了,你只是一个备胎了, 所以,在他需要你的时候,才会联系你,在你需要他的时候,他就消失在了你所有的联系方式里,当一个人这样对你,再喜欢也不要联系了,再舍不得也要学会说再见,快刀斩乱麻,说放就放,说断就断,放了,才有新的开始,断了才能拥抱新的希望, 新的明天,新的爱情,余生很短,经不起浪费,及时止损,才是对未来最好的善待和尊重。